刚刚跟我老婆去医院里面看了出来 她不舒服了 医生说她有抑郁症 还有她喉咙铁头铁花盐 医生让她去 探测一下 探测一下 把这个汗搞出来 她开了 把开了一支药给我 药 老婆现在又吃奶 没有她开的都是可以吃奶的 再怎么也是要 还是吃奶 那你现在可以不给她 那你怎么办 我现在这样我还在干嘛 要不我们去晒一下太阳 别去焊灯了 月子刚做完没几天 就这样子 做月子也是这样那样 还搞得上学 真的来晒 发现你真的是医生 医生说的可能没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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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侧 前面那里吧 是吧 好偏 好热 直接在路上都已经汗蒸了 终于找到了 在这种比较旧的小区里面 要学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那个 你是等一下再下单吗 学问一下 你说刚生宝宝的能不能蒸 医生说能蒸的可能是能生的 但是有的要按了嘛 按了可能不行 按摩你不能按了 你要不要蒸一下 我不要 我已经很幼了 要吃了很多 我吃了很多 我的天 我吃了很多 我吃了很多 慢了 怎么样了好一点没有 好多 好多 你的气力好多 你吃了很多 这样子 这样子 有很空 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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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都变成汗增的好够了 老板还挺没装空调 哎呀 是不是月子没做好 这么多小毛病 没事吧 那怎么高 那是上火了 好像也没吃什么了 我们最近也吃的比较淡 昨天你还吃的那个食汤 可能是昨天年高 那个鸡不胜 我那个鸡是用的那个黄黄菜炖的 用马带炖的应该不会吧 嗯 错 那医生今天他具体是怎么说吗 变好体快点 这个这里好红然后上去 那干嘛他要说你医生呢 啊 那干嘛他要说你医生呢 对啊 就是因为医生 所以才会觉得这里有 这里有病 那里有病啊 有什么病啊 估计这是有神经病啊 哈哈哈 他说 呃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有抑郁症 但是我也不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抑郁症 他说他他一眼就看出来 我有抑郁症 我哪里有抑郁症呢 抑郁症就不用吃 不用吃药 不用什么的什么都不用啊 这天天看看心情心情放好一点就好了 是不是 那你问题是你现在已经放年了呀 估计你可能他单身宝宝了 哎呀 没事了 没事了 下个星期就出院了的 啊 心情放好一点 伟爷你这样搞哎呀 哎呀 我要大大的要大小的你说的 嗯 哈哈哈 大家觉得是不是 住月子啊 一定要心情放好一点 是不是 多注意一点 吃清淡一点就好了 是不是 这玩优优独的 吃那眼中的 这玩优独一个位童需要的